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ay trade的频道 我是Lina 今天呢是周末周六的早晨 这个上周的时候呢 有很多小伙伴来跟我私信来交流 说最近做day trade赔了好多钱 选什么股票呢 我卖掉的时候它就涨 我买进来的时候它就跌 然后真的是失去了好多的信心 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day trade了 那day trade这个事业 这个工作到底靠不靠谱 很多小伙伴都有很多的惆怅 想说要不要坚持下去 我当时可能没有时间 及时的去回复 那今天呢就想趁着周末 早晨在出门之前 一边喝个咖啡 可以一边大家更轻松的这个聊一下 这个关于day trade学习方面的问题 还有呢我做这个视频呢 其实一直以来呢都是为我自己做一个这个 这个学习的一个笔记 笔记呢就是说我自己忘了什么数据 可以回去看一下我 check我的video还蛮好用的 但是我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作为day trade来说呢 其实心理上的控制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占三分之一大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在这里边呢 一直没有跟大家分享说这个day trade 到底要怎么样去学习 心情到底要是怎么样去控制 所以在这期视频里边呢 我们就轻轻松松的来聊一聊 我们话说这个day trade到底要怎么样去学习 这句话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从我一开始做day trade的时候呢 其实我身边就有很多小伙伴都已经接触了股票 那其中有赚钱的也有赔钱的 然后呢大家都算是羡慕我说可以坚持下来做这个day trade 怎么可以坚持这么久 然后其实我想说在这中途吧 也有很多人过来找我 想让我去教他做day trade 但是我一开始都是不会答应的 因为这个呢是完全取决于 你真的是想做day trade这个business 还是只想赚一些块钱而已 那如果说你的心里一开始想说 我只想赚一些块钱 我看待谁谁谁已经赚钱了 然后呢我也想说我一个月可不可以躺着就赚个几千块啊 甚至几万块 我可不可以挑到一个penny stock 然后呢就一下就翻倍 两万块翻了个五十万这样子 如果你一开始是这样的想法的话 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做day trade 因为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好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有很多人在跟你share这些关于day trade的information的时候呢 可能他只share了一些他赚了多少钱 他赔钱的时候呢他应该是不会share给你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做day trade赚了蛮多钱的 然后那个时候呢觉得自己像股神一样 怎么我买什么都买什么都这个都账 然后呢我怎么做都是就算是买错了都可以赚钱呢 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股市对于我来说是比较nice 那之后呢大概一年之后就发现day trade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那之后我就开始学习了关于shorting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前几笔这个教育的时候呢 一下就赔了70多万 那个时候的想法 那当然是把以前赚的钱赔进去了 然后呢后来呢我也和你们一样 会心里会想说我自己怎么这么笨呢 肯定是这次没有压重 那下次的话怎么样去选择一些这样好的股票吗 其实后来慢慢的慢慢的冷静下来了 就会发现说其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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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这样的 做day trade并不是一个有规律 或者是靠你的运气去做的一个事业 一个business 他有他的这个technical analysis 他有他的parton 但是呢你不了解parton的情况下 你做day trade呢是非常危险的 有一句话不是说吗 最可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 对吧那刚刚开始我第一年做day trade的时候 就是自己什么都基本是不知道的 就是什么都要去尝试 用钱去尝试 那个时候呢胆子比较大 那当然可能非常的幸运 赚到了很多钱 但是我不consider那个属于我day trade的这个 真正的day trade的历程的一个时间吧 应该是那真是一个初学的时间 也算是真正没有系统的学day trade的一个时间 当我真正的学习了之后呢 才发现 其实是有很多东西很可怕的 就是说你知道它的这个 你知道它的原理 你知道它的可能性的话 你就不敢塞进那么大 像以前一样了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 从赔过钱之后呢 就学的会乖一点点 就非常努力的去学习 把所有的parton都学明白了 那学不学明白了之后呢 那就证明着你会持续的赚钱吗 其实也并不是 因为你学会了parton 有的时候parton不是按照你的方法去的 然后呢 你要控制你自己的心情 在这种情况下 学习加上心情 再加上所有的技术面的东西 怎么样综合的渗入到你自己的身体里 其实还需要一个 我觉得是两到三年的一个渗透的时间 所以真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了 我们聊聊在这个day trade的过程中 我都是怎么样一个心理过程吧 一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那只能靠这个YouTube来这个学习嘛 我也看了很多讲中文的也有讲英文的也有一些博主来介绍很多的股票 他们都是来给你分析一下公司的基本面啊 什么财报呀 什么什么的什么 这些东西我现在发现 其实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 为什么呢 就是其实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很简单的去一些软件上面可以看到是第一 第二如果你自己不会分析这些东西 就等着人家去跟你说 说到的时候 那那已经过了那个热度了 你再去买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第三呢 还有一些比较坏的博主 他们呢就是炒一些毛票 然后呢 炒的比较火的时候呢 他当然自己也会买 这些股票都是law flow stock 然后呢 他们买进来 你们去跟最高的时候呢 他就把它卖出去了 所以这个操作呢真的是有的 是一个很黑暗的世界我觉得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不会看任何的这些讲中文的介绍股票的一些博主啦 什么讲一些大事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 我觉得你真的自己不会分析这个股票 看到我们讲说今天我们用我们的scanner 找到了这一只股票 他呢今天上午是涨了30% 那你自己如果不知道会分析 为什么他会涨了30%的情况下 其实你是不知道是从哪一个点去进入最好的这个press 去这个enter这个order 也不知道是什么一个价格去exit这个order会比较好的 所以我一直以来学习的东西就是 自己要去了解这些知识 然后呢自己要求分析什么是一个最好的进入点 什么是一个最好的这个就是说exit这个order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在这些视频上面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学到这些真本事 并不是跟风的或者是跟你拿一个这个chartroom的alert 他说买什么多少钱买你就跟他去买 那这样子的话真的你觉得能学到吗 我是一点都没有学到但是这个chartroom呢有一个用法 就是说大家都在 谈论哪一只股票的时候呢 你自己把它记下来你去看一下嘛 有很多免费的看图的软件 你可以随便去看一下 他为什么会涨起来 他出现了什么样的news 那你觉得这个news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呢以前有没有这个gap up这么高的价格过 那如果有过的话你可以consider它是一个bounce short 或者是没有过的是parabolic short 这其实你是都是有真正的这个partum去按照你自己的学习渗透到你自己的身体里 当你每次看到什么样的事情去发生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我要go long 这个我要go short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这个渗透呢是需要时间 但是你一开始就是只看一些介绍股票的这些博主的话 那我们连这个渗透的机会学习的机会都没有了不是吗 但是大家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个视频了 那说明你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小伙伴 已经在意识到说呃 等着别人给你介绍股票已经是很不靠谱的一个时代了 因为2020年的话在股市里边赚钱 那是没人没人没人没有不赚钱啦 不赚钱的话那就是对不对 但是2021年开始如果你真的是喜欢day trade 想在这个day trade的这个生涯里边 就是说创造说比如说从这个2万美金 创造一个10万美金的这个利益的话 那你还真的需要下一些功夫了 你不要担心会输钱 你不要担心说这个一开始的三年 说我没有赚到钱 其实刚开始你要学的就是怎么样去理解 你这个losing money 你这个到底是出现在什么样的错误 为什么你会输钱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点的话 你永远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赚钱 好了前边说了那么多 那在我这个视频结束之前呢 想跟大家这个总结一下 其实对于学习来说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做 首先你呢 要不要怕你自己去这个输钱 然后呢你自己呢要知道这个risk在哪里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买任何一只股票 不要想着说我等着它像amc一样涨到70几块 不是每次都会发生的 那如果你想enter一个trade的时候呢 你所要想的是说我今天可以在这个trade上边损失100块 那赚多少钱的话我们就看这个命运了 那当这个100块达到的时候呢你首先就要出来这个trade 然后呢去观察这个chart 这样子的话你要给自己setup一个非常street的一个route 去follow 然后呢刚开始的小伙伴们建议你们一定要去记录一下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trade 比如说今天我交易了amc100股 比如说今天我交易了amc100股 然后呢是在32块钱进入的 是在33块钱出来的 当时你在交易的时候呢它的成交量是多少 它的flow是多少 你可以算出来它的flow rotation是多少 然后呢这个trade呢你赚了多少钱 就是以这几个不同的表格去计算 然后呢把你大概半年左右的这个trade全部计算出来 你就会发现 哦还有时间很重要 你会发现说这个真的是有一个parton你可以自己去追寻的 一直有很多小伙伴在这个微信也好私信也好问我说 到底什么样的parton是最赚钱的 有什么样的parton的一个视频是可以学行吗 没有因为这些数据都是你自己的就是亲身的一些实际的这个trade去总结出来的 那你总结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什么样的trade赚钱的比率会比较高 那比如说像刚才我有说到什么bounce shore啊或者parabolic shore啊或者gap up shore啊这些东西的话 你在记录的时候呢慢慢的你就会知道 哦这种情况下是这个parton 那他呢我在他身上是赚了多少钱你就会计算出他的这个成功率是多少 那以后呢你记录了半年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parton对于我来说可能成功率有80% 那80%的情况下你就会想说好那再有这样的trade出来的时候我就会size in非常的大 那平常可能我是买100股那这次的话我就买个3000股去压一下为什么因为我有数据去支持我所有的这个成功率 我的想法是正确的那当然在你enter这个trade的时候呢你也要set up一个这个你可以这个loss多少钱就会你会赔多少钱嘛 那这样情况下其实你自己这个这个风险管控好一些你也有自己的parton的话你想一下时间下来你会不赚钱吗 就像是我们做任何一个business做开个奶茶店也好了开一个新的公司也好了你一开始你肯定是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你也要用一个pos system或者CRM system去记录一下你所有的这个order或者是你客人的喜好当你记录下来的时候的话你就会分析出来哦原来客人是喜欢这样的东西的那你也就会知道原来你在做daytrade的时候这样的parton是赚钱的这样的parton一年会出现多少次呢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准备好做daytrade你是做这个long term或者波段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我讲的会比较多了但是daytrade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它是一个reward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刚开始的三年你不要想你赚大钱只要想你在市场里边可以survive不要被人家踢出去你的本金还在就可以了相信你按照我说的这些方法坚持下来 第三年的时候你就会有个turning point你会觉得说一切都明亮了一切都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话才是我们真正去赚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享受说在任何的一个海滩一个酒店你的家人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你已经make like a500k给大家了 这样的感觉不好吗希望你们能坚持下来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喜欢这样内容的小伙伴们不要忘记帮我订阅点赞和评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